这就是最具传奇色彩的和平饭店 在旧上海时期 不管你在外面惹了多大的麻烦 只要你能走进和平饭店 那黑白两道的人就没人敢动你 任何一家酒店都撼动不了它的地位 大家好 我是财云飘飘 我现在就是在上海南京路的和平饭店这里 今天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这座具有近百年历史的老饭店 位于南京东路上的和平饭店 有着远东第一楼的美誉 建于1929年 饭店总高77米 共有11层 当时是花费了576万两白银打造 它也被很多人称之为最神秘的饭店 旧上海时期 不管你因为什么事 只要能走进和平饭店 就会保你没事 只因当时的老板信度 可能大家会以为 这位老板如此厉害 又信度 那肯定就是上海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生 其实历史上杜月生 根本就没有当过和平饭店的老板 而当时真正的老板 却是一位犹太人 和平饭店原先是叫沙训大厦 因为建造它的主人是叫维克多沙训 一位英籍犹太人 沙训家族是当时旧上海时期 非常有名的富豪 但是家族的发家却不光彩 家族生意从鸦片到房地产 只要能赚钱的全部经营 当时大厦的五到七层是叫华茂饭店 后来因为经营不善 入不敷出 1945年 沙训家族撤出了所有资金 不久沙训大厦便回到了我们国人的手里 1956年重新启用了沙训大厦 并改名为和平饭店 正是对外经营 推开百年历史的大门 一股浓郁的老上海气息扑面而来 走进和平饭店 你会觉得自己像是走进了博物馆一般 沧桑厚重的历史感 让人仿佛回到了旧上海时期 可以看到在这个大厅的中央摆放着一只 那个玻璃雕刻的和平歌 和平之歌 它也寓意着家庭和平幸福 大堂这里原先是和平饭店的前身 华茂饭店的商场 大厅顶部为八角穹顶 很是独特 四周巨大的浮雕墙 将和平饭店点缀得更加奢华气派 在大堂内随处能看到一些古董级的物件 摆放了很多从开业以来接待过的名人 使用过的器具 家具 书信和照片 据说当时蒋宋订婚宴就是在和平饭店 还有钱学森教授和夫人蒋英的婚礼 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在和平饭店拍过的电影多达40多部 此外 朱别林 鲁迅 门格玛丽等名人都曾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故事 和平饭店现在还是一直在经营着的 我刚刚在网上查了一下住宿的价格 从2000多到8000多部等 这里面不仅有普通房 主题房 江景房 还有九国特色套房和杀讯总统套房 最贵的杀讯总统套房是有8万多起步 荣耀 传奇 奢华 把这些词语用在和平饭店上一点不为过 这座能串联起几代上海人记忆的百年老店 见证了上海百年的兴衰 也见证了很多不能忘却的时刻 如今依旧是上海最负盛名的地标之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